今天太阳队做了一个违背主宗的决定 他们将克里斯保罗给裁了 生裁 虽然说这件事情确实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只要在今年6月29日之前裁掉保罗 那么他3080万的合同 只有1500万是受到保障的 裁掉他 太阳可以拥有更大的心思灵活性 但是他可是克里斯保罗啊 我知道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但我始终认为 太阳队没有这么大的魄力 结果他们真的这么干了 这么一来最大的赢家很有可能是胡人 大家都知道詹姆斯和保罗的关系 成为自由球员的保罗 最大的可能就是去洛杉矶找他的好大哥 而且胡人队现在刚好缺一个主控 如果保罗能来 那水拉完全可以直接增掉了 因为太阳那边还有白减的1500万 保罗在薪资方面的要求也不会太高 500万到800万应该可以拿下 有些人可能会质疑保罗的健康问题 但是今年他之所以受伤 实在是因为过于劳累 由于太阳这边能打球的人实在太少 已经38岁的保罗 在季后赛里 场均要打35.7分钟 这才导致他的身体拉响了警报 但是在胡人队 他完全不必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只需要一场比赛打28分钟左右即可 过劳的保罗都能玩爆水拉 体力充沛的保罗 哪怕是50岁都比水拉强 本来胡人这边有点难搞 独行侠不愿意帮助欧文先前后患 胡人也不想被放血 但是如果保罗能来 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在保罗的精心思维之下 连小乔丹和埃顿都被他喂成了顶心中锋 可想而知 农眉经过保罗的思维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如果保证健康 下个赛季的MVP 我觉得农眉非常有机会 还有班爸 也有可能被保罗拯救职业生涯 看来热火队的爱丽 我开始相信内部挖钱的力量 而克里斯保罗 就是那把最好的铲子 他能将胡人队的潜力全部挖掘出来 由于合同条款的特殊性 太阳柴掉保罗不算特别让人意外 但是他们这个操作 很有可能把下个赛季的冠军送给了胡人 如果在明年的几乎三舞台 保罗在胡人队 亲手淘汰掉太阳 那场面可就太好看了